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成为值得信赖的人 有一个故事说到 有一个商人的妻子 有一天不慎了 把一个皮包丢在一家医院里 商人十分着急 因为皮包内不仅有十万美金 还有一份市场机密的信息 当商人赶到医院时 他一眼就看到一位瘦弱的小女孩 紧紧抱着他妻子弄丢的皮包 正等着将皮包归还施主 一问之下 才知道小女孩的母亲病得非常重 但他们因为无力负担医药费 明天就得被赶出医院 但当小女孩捡到巨额的现金时 她的妈妈却只是要她 去等丢皮包的人回来领取 这让商人很感动 并用尽全力拯救小女孩的妈妈 但依然没有救回妈妈 而商人便把小女孩 带回家中照顾生活 小女孩在商人的细心教养下 慢慢成为了一位成熟的商业人才 而就在商人即将离世时 她留下了一份遗嘱 说道 在我认识这对母女之前 我就已经很有钱了 可是当我站在贫病交加 却时经不昧的母女面前时 我发现她们才是最富有的 因为她们恪守着 至高无上的人生准则 这正是我作为商人最缺少 我的钱几乎都是 耳鱼我诈 明争暗斗得来的 是他们使我领悟到 人生最大的资本是品性 我死后我的亿万资产 全部留给女孩继承 这不是馈赠 而是为了我的事业 能够更加辉煌昌盛 亲爱的朋友 你也认为人生最大的资本是品性吗 故事中的母女俩 不因为自己的需要 就将人家的失误占为己有 这样生命的品格 是任何的学位经历都无法取代的 也被这位富翁评为 让事业更加辉煌昌盛的关键 在圣经上记载 所罗门王曾说过一段话 告诉我们什么才是 蒙福人生的生命智慧 而其中一个就是 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 要细在你的景象上 磕在你心板上 诚实就是讲诚信说实话 一个有诚实品格的人 无论在上帝 在人面前都会蒙受恩宠 并且受到别人的信赖 这不只是一个空谈的道德伦理 而是现在很多大公司的核心价值 所要求的第一个就是纯正 正牌大公司 他们的核心价值都不是弯曲的 都是正直的 自古以来就是这样 一个公司要长久 就是要正直诚实 亲爱的朋友 一个以诚实待人的人 换句话说 就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 他一定会是在工作上 有团队精神 敬业热情 又有好的人际关系 有时候暂时看起来 好像是吃亏损失 但长久下来 他一定会不断地往上提升 今天 愿我们都得着这个 蒙福人生的秘诀 相信上帝 必要指引你人生的道路 使你在人的面前蒙恩宠 让你受人的信赖和器重 人生不断地向上提升 因为耶和华神 是日头 是盾牌 要赐下恩惠和荣耀 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 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伟主持的早安EZGO直播 士林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 本集团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